今天是清明廉假之后上班的第一天 那么其中呢 新北市现在成为了疫情重灾区 新北市长侯友宜建议大早就开了防疫会议 他说呢 这个廉假之后 疫情大考验才正要开始 但是面对防疫呢 不怕确诊数字多 只希望可以尽早能揪出黑数 那么事实上今天呢 在新北市有17所学校都是停课 因此新北市政府仍旧不敢松懈 昨天已经针对校园环境来做清销 教育局也是严格规范 学校教职员工还有学生 一律要全程戴口罩 生病不上学不上班等等规定 希望可以杜绝病毒侵入校园 第一天才是真正的大考验开始 本土疫情不断延烧 其中新北最为严峻 29个行政区当中 就有15个超过一半的地区沦陷 清明廉假售假第一天 市府不敢松懈 一大早召开防疫会议 塞了15375个 又找到79个阳性确诊个案 那这两天又塞了更多 我觉得新北市就不断的筛检 找出确诊室 然后阻断运行的传播面 这才是我们面对防疫运有的态度 不要怕事多 呼吁民众出来筛检 利品找出黑数 看看新北5号疫情分布 三峡新增32人染疫中和公寓周边 群聚案再整12例 多数都是居隔 裁减阳性 居隔期间应转阳个案 另外五例则是新增传染链 如今疫情烧进校园 已经到这17所学校停班停课 尤其国小生没有办法打疫苗 保护力不足 就怕再传确诊 市府团队把校园防疫 做得滴水不漏 让学生家长能够安心 把小孩送到校园上课 至于筛检站持续裁检 揪出隐形感染链 筛检站排满大人小孩 新北三峡沦为众疫区 市府超前部署 计划实施在宅照护 不过针对上班上课后 疫情大考验正要开始 各县市府只能绷紧神经 阻断这波病毒再度扩散 借万家伟周瑜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